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87集 锁国大镇 紧接着,一只又一只的火兽额头出现红斑,身体迅速膨胀 在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内,整个火峰国的所有火兽 仿佛全部完成了一次蜕变斑,均都变成了十丈的大小 他们的实力也随之增长十倍有余 这些蜕变后的火兽一个个飞起 向着修士大军消失的方向追去 渐渐的,越来越多蜕变后的火兽加入到追击的队伍中 浩浩荡荡,连成一片 看起来毫不壮观 再说修士大军这里 十个元英旗修士重新回队之后 有四人回到战神殿的位置 其中一个仓发老者,目光一扫 最后放在了凤车内的王林身上 阴沉的呵抖 刚才就是你这个小辈把火兽引来的 王林冰冷的目光,盯着老者点了点头 那老者冷横一声,大手一伸向着王林抓来 站在王林身边的凤轮那,面色微沉 一排五彩凤车 顿时一道五色飞鸟从凤车内幻化而出 凝啼一声后,翅膀一拍 一道环形的五彩波纹立刻当了 老者收手退后几步 望着夫人,怒声道 凤轮,你这是干什么? 这小子不但多舍我战神殿弟子 刚才还把火兽引来 你可知道刚才那场战斗 我火风国,有上千弟子允命吗? 凤轮顾盼生辉的俏脸,露出果断之色 说道 有我在,你不能杀他 周警阴沉地盯着凤轮 沉默少许后,说道 这人既非马良,就不是我战神殿弟子 我可以不杀他 但非我战神殿者,不能留在这里 凤轮转身看向王林,开口道 王林,你可愿做我记名弟子 王林连忙败谢,点头应试 周警双眼眯起,露出一丝寒光 这凤轮啊,修为与他相当 都是元英初期 但他的双修道吕阳森修为啊 却是元英中期 为了区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得罪两个元英其修事 实在是不划算 周警轻横一声说道 凤轮师姐既然肯收他为徒 我自然不会再追究 此人身份暂且放在一边 眼下大战连连 以他驻击中期的修为 踏实在战场上 也难保安全 说完了,他一甩一袖 转身离开 其余三个元英其修事 除了一人飞向凤轮外 其余两人均摇头苦笑 各自散开 飞向凤轮之人呢 是一个中年文士 此人正是周警 颇为忌惮的元英中期修事 杨森 他看了王林一眼 眉头微皱 冲凤轮叹息道 鸾妹 你这是为何呢 方蓝冷冷地望着中年文士 说道 若不是他 红尔定会死在狱外战场 当年若不是你受益 红尔怎么可能会进入那等险地 中年文士沉默许久 转身对王林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 起身后 他从储物袋内拿出一块玉符 右手在上 一抹后扔向王林 说道 此符是我早年炼制的元英级法宝 我已收回神石 你继练后 此次分战 性命可保 王林表情露出惊喜之色 接过玉符 连忙败谢 中年文士扔出玉符后 便不再理会王林 而是飞入凤车内 与凤鸾一声说话 王林岂是那种不识确之人 在中年文士进入凤车的同时 他已然告退 飞出凤车 加入到迅速前进的修士大军中 火逢国的边境 仅靠宣武国 除了修士向这里迁移外 凡人界的百姓也纷纷托家带口 向着宣武国迁移 那些变异之后的火兽 很少进攻凡人 他们的目标现在只有一个 那就是修士大军中的王林 随着时间的度过 修士大军后面的火兽 慢慢追来 他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一股沉重感压在大部分修士的心头 沉甸甸的同时啊 久久不散 在火逢国的边境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盆地 修士大军飞到这里后啊 四大派以及一些大的修真家族 合计一共十九个冤英其修士 展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密谈 密谈之后 十九人从修士大军中飞出 在风雷阵阵中 飘到盆地上空 其中一个洛河门的援迎其修士 陈生道 此地经我洛河门多年探查 已可以确定 正是火山群的祖地 也就是那火灵兽的诞生之地 若在这里封印 定可牵制所有火山 倒是凭借火蜂国前辈数千年前摆下的锁国大镇 定能把这些火兽全部禁锢在火蜂国中 邪魔宗的一个红发男子 扫了地面盆地一眼 心横道 老祖宗既然早就有所防范 为何当初都彻底灭了后患呢 何必弄到今天这段地步 诗阴宗的三个援迎其修士 生后并无棺材 显然已经到了收尸归体的层次 距离真正的夺手只差了一步 这三人神态最是默然 仿佛对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若不是因为火蜂国灵器暴虐 不适合他们恢复 恐怕也不能参与进迁移的事情中来 战神殿松性十足 眼睛一翻 淡淡地说道 我火蜂国的老祖宗们 也不可能算出火山爆发 火受成灾的事情 即便是算出来 怕是也无可奈何 能做到几千年之力 在这里布置下一个锁国大阵 为我们留下最后一次生机 这已经足够了 导游们 我们开始吧 宋姓老者说完呢 战神殿包括中年文士 凤鸾在内的六个援迎其修士 站在一起 各自方位略有不同 但手中啊 均摆出一个奇异的印诀 六人齐声一鹤 六朵莲花分别从他们手印中 印出 迅速落在了盆地正东角 整个盆地轰得震了一下 升起了一团红色的雾气 接下来是洛河门 邪魔宗 诗阴宗三派 只见朵朵莲花从天而降 分别落在正南 正西 正北三处 红鸣声岳家聚了 更多的红雾从盆地内升起 那些红雾在半空中凝聚在一起 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但最终啊 却化为一道空心的雾环 此时此刻 尚未出手的那些修真家族的几个援迎其修士 纷纷露出无奈之色 一个个单手狠狠地一拍额头 各自原鹰离体迅速升空 飞到那雾环中间的空白处 愁愁不前 诸位散修道友 此时不动 等待何时 洛河门一修士 猛然间喝道 雾环中一个原因啊 声音尖利 说道 罢了 诸位道友 既然四大派以补元丹相赠 不就是损失百年灵力吗 我当拼了 说完了 那原鹰身子一准 双手掐印 嘀吼一声 迅速冲进雾环中 在进入的一瞬间 他身子漠然间消失 整个人完全地融入其内 与雾环不分彼此 其余的原因啊 也均是咬牙冲了进去 转眼间啊 整个雾环虽然大小没有变化 但却出现了一丝灵动之意 这火焚国前辈修士 为了防止有一天呢 火山爆发而布下的锁国大政 不但需要四大门派各自处理外 还需要有原鹰修士 自愿暂时把原鹰寄存其内 这样才可以保证 正法运转 不出现任何的风险 做到完完全全的锁国 雾环上血色越来越浓 慢慢升空 飘在极高之处 紧接着 哗的一下 环形漠然间扩散感 以极快的速度 迅速向火焚国东南西北 四个极限之地蔓延着 环形蔓延到所过之处 大大小小的火山口内 纷纷冒出红色雾气 这些雾气加入到雾环之中 不断地壮大着雾环的扩散速度 依注相后 雾环蔓延至整个火焚国境内 一道红色的雾罩 如同一个倒扣的碗 从天落下 锁国大政开启成功 这锁国大政一旦开启 除了凡人和正常通行外 无论是修士还是灵兽 凡是化神旗以下的有神通者 均都不能进出 四大派十九个援英修士 在大政开启的瞬间 纷纷推开 其中有几人 抓着散修援英的肉身 送回各自家族 若是没有家族者 则统一存放在洛河门 洛河门的几个修士 站在大政外 弯腰鞠躬高声道 诸位道友 安心护震 你等肉身 我洛河门保证安全 这锁国大政 只能维持三个月 三个月后 我等必定会在宣武国 站稳脚步 到时想必上级修正国 也会派人灭兽 功成之日 在下必将亲自前来 迎接诸位回归 话音落下 其余的三派援英修士 纷纷弯腰抱拳 神态诚挚 看不出丝毫敷衍之色 锁国大政开启后 所有火兽 纷纷愤怒咆哮 撞击在红色雾罩之上 每次都会引得雾罩 晃动 但任凭那些火兽 如何撞击 却没有一只能冲破而出 暂时阻止了火兽 追击的脚步后 修士大军速度开动到最大 只见道道见光 如同阵阵星雨 冲破宣武国边境 在宣武国边境外 留有一些凡人军队 这些凡人呆呆地 看着天空上密密麻麻的见光 也不是谁尖叫了一声 扔下手中武器 跪地磕头 接着一大片的凡人士兵 纷纷跪倒在地 膜拜步 军队中有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人 他睁睁地看着天空 神色苍白 口中喃喃自语 这 这些是霍冯国的修士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表情大变 迅速后退 但就在这时 几声劫笑声从天空传来 一个邪魔宗结单其修士 踏着剑光飞来 几个闪烁间 三把飞剑分别以不同的角度 立刻从中年道士身上穿透而过 道士惨横一声 身体被结成树断 鲜血四溅 凡人军队立刻一哄而散 就连军队中的将军也落荒而逃 生怕受到牵连 上万道剑光转眼间便冲入宣武国境内 在边境处 一座迷雾缭绕的山峰外停下 一个神态阴冷的老者 身子一闪 出现在队伍正前方 右手狠狠的一番 一个巨大的手掌 轰然间拍在山峰之上 道道金芒从山峰升起 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光幕 堪堪阻挡住手掌的下落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静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